现在很多公司都就是说都有输入的需求 输入的时候又担心说让一般人输入会造成资料的混乱 可能有的人这样输入那样输入不统一 或者是输入的格式不正确 所以势必的话 如果说今天要输入一个资料 假如要请外面的厂商帮忙设计 或请设计师设计的话 还不及其 所以有没有什么一套工具可以快速的产生一个电子表单 然后让人家很快可以输入 输入完毕大家可以集结起来 可以整合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在Excel本身就提供一些蛮好的功能 像我们现在秀的东西 这个就是所谓的表单 那也就是说你将来 假设你今天希望能够让使用者限制他只能够输入什么 输入完之后他会帮我把资料集结在Excel里面的某个工作表 然后最后我们输入完毕之后 最后再有一个程式可以把它汇整在一起 那其实就等同就是把Excel拿来当资料库用 它的好处就是Excel每个电脑几乎基本上都有安装 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汇整资料也很简单 然后将来要开资料也很简单 要做枢纽分析也很简单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倒是Excel这个VBA的长处 那只是说要怎么做 又不会很困难 因为不然的话你将来要开发一个这样的使用者界面 那对一般来说很困难 可是对设计师来说又太简单了 所以怎么办 我是建议你干脆一般人都有基本概念 自己来做一些基本的电子表单就OK了 那只是说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完成这一件事 我大概把这个逻辑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成绩输入好了 那势必就是说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我们输入四个栏位资料 就这四个也就是哪一个人 他的三个成绩是多少 输入完之后呢自动平均 自动判断合不合格 自动判断他的等地 OK 甚至最好是自动画框线 那会是最好的 OK 那怎么做 这第一个 所以特别注意哦 也就是说呢前面的四个栏位 是要自己输入的没错 可是后面三个栏位呢是自动跳出来的 OK 那所以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最好是当我输入资料之后 他自动帮我放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最下面一笔 然后输入完毕之后的话呢 这边再把它清空 那是最好的 所以我demo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某个人 AAA这个人 他的成绩多少 假设正常输入 EnterEnterEnter 然后最后直接按Enter 他就自动帮我把资料丢过来 然后呢 这四个输入完自动产生这三个 并且把这些资料清空之后 再帮我游标回到第一个 那这样是最顺的 我把它Enter 就是这样 丢过来 产生这四个 然后后面自动产生三个 然后再帮我把这里面的资料清空 移回来 诶 这样就顺了 OK 要怎么做 当然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 不过呢 这里的话可能没有考虑到防呆 什么叫防呆 比如说可能有几种状况 BBB这个人 他的成绩假如120分 可是最高只能够 第一个是考虑到没输入 比如说他这里面没成绩 就不能输入了 所以你按新增 他一定要跳出什么 请输入某一个 所以游标还要放上去 OK 一定要输入 输入 如果又没输入新增 他又要跳到这里来 你这个一定要输入 可是有的时候可能他输入的是超过100分 那不对 就新增的时候呢 就要怎么样 先检查这个 一定要输入 第二个检查什么 检查里面的成绩 是不是0到100分之间 不是 所以清除掉 游标放上 是不是打错了 还是20分才对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 他输入 有输入 然后呢 他的成绩给你输入什么 输入一些ABCD 或不是数字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把它挡下 这个叫防呆 请输入拉伯数字 有没有 那直到他一定要输入正确 Enter的话呢 资料才会过来 OK 这个是第二个 就是说防呆机制 第一个是考虑到如何输入 第二个考虑到防呆 那防呆的话就逻辑判断 那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说 有的人怎么样 把它关掉之后 就想说 那我干脆自己在这边打就好了啊 或者是说 我干脆自己去修改 本来不合格 我把它改成合格啊 那不就是会造成资料混乱 所以 最后这一点也是同学问的 老师那有没有办法把资料锁起来 不让他乱改 当然可以 所以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 他如果要修改的话 这个时候呢 这个范围已经被修 被保护起来 那保护的话 其实是教育里面有个保护工作表 但问题来了哦 可是保护起来的话 那我VBA要怎么样解除这个保护 所以哦 第三个部分的话 我会讲到有关 所谓的那个 如何动态的把这个保护给关闭 关闭完之后呢 把资料写入之后 再把这个保护再加回去 所以特别注意哦 最后的话 是考虑到有关那个资料保护部分 所以三个阶段 当然难度 其实都不算太简单哦 所以各位有点心理准备哦 但是哦 这个部分如果学会的话 其实是相当好用的 OK哦 好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如何绘制 这个所谓的表单 并且输入资料 OK哦 所以看起来好像蛮难的啦 但我尽量把这些动作给简化 那所以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在做这个之前哦 可能还是要先把 我们的资料先准备 好像底下这个题目说明就把它删掉吧 不过删掉的话 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哦 这两个按钮会被影响 有没有发现 那为什么会被影响 Ctrl Z 主要是因为哦 这两个按钮哦 它的预设是会随着什么 随着那个 我们工作表 变化而变化 所以要怎么让它不变化 其实很简单的方法 你把它选 按右键 然后再去选 你会改变到的 再按 Ctrl 键 然后点一下左键 把这两个 甚至其他也可以啦 当然我主要是真的按右键 这边会有个叫做物件格式哦 主要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物件格式 那我只要把这个地方的物件格式哦 把它做个修改 在物件格式里面的摘要资讯 它预设是什么 大小位置随储存格而变 特别注意哦 这里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大小位置哦 不随储存格 也就是哦 不要 我如果把那个 后面的储存格 像我这两列删掉 你不要跟着变哦 OK哦 所以不随 按确定 好 那你会发现哦 把这两列删掉 这样子 这两个按钮 就不会跟着变 第二个的话 A1 里面没有栏位名称 补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叫姓名 两个字好了 这个叫姓名 姓名 那我们就 补一下这个名称 然后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 绘制这个表 这个 绘制这个表单 那长的样子哦 你们可以参考 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逻辑函数 第二 应该是这 逻辑函数之二 表单设计 那我希望呢 其实只要做出 这个什么 第一个 就是前四个栏位的名称 就是输入这四个 这后面三个 是自己产生的 自动产生 所以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 各位可以参考这里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看一下这个 如何加一个表单 那加表单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做出来类似 是长这样 就是 姓名 答案考核 操作 面试 的成绩 按下新增之下就过来了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哦 这个表单设计 怎么样加进来 一一样切到Visobasic 二的话呢 我们找到哪里呢 找到我们的这个右 左边这边 模组 这边做 在模组 同样的位置 上面或下面都没有按右键 所以其实跟那个 插入模组的动作 基本上是 差不多一样的 只是说呢 你在插入的时候呢 之前我们是选择的是插入模组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不是插入模组 而是插入自定表单 在这里哦 OK 那我们 就是点选自定表 插入自定表单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会跳出一个什么 User Phone 1 它的位置在哪里 在表单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 它会帮我产生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平台 一个视窗好了 那上面的话有点像一个小画家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画布吧 那上面要放什么 基本上呢 就是放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 上面呢 我们就是放 四个这个叫label 大A 四个什么呢 文字方块 就是小A小B 一个按钮 就是这个 这个小A小B 然后是一个框框里面 那它的位置有点像在哪 你点选这个右边 这边 那你可以把它拉大 这个大小自己可以控制的 然后呢 如果我今天要放 从左到右好了 从外到内 从左到 那我们可以 第一个的话 先外面这个 这个叫做 如果我希望上面这个名称 希望把它改成叫 乘机系统的话 那外面的设定是User Phone 1 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一个 那它底下应该理论上 会有一个属性 不过我把它关掉 所以 检4 里面有个属性视窗 它会跳出来 属性 在这里 如果你不小心关掉的话 你可以从检4里面的叫属性视窗 把它叫出来 那这个属性里面的话 请你把 这个点选User Phone 1 找到它有一个属性 叫做Caption 这个 请你把这个Caption 右边这边 有个叫什么User Phone 1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把它改成叫 乘机系统 所以你这边 把这几个字 改成叫 乘机系统 这上面就改了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边呢 有左到右 还有一个 底色颜色这边灰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把它改成 淺绿色的话 那你可以找到一个属性 叫背景颜色 就是Back Color 把Back Color这边点一下 改成调色盘 淺绿色 好 淺绿色就出来了 当然这个其实各位可以改 那另外的话 有些属性我没讲到 你可以再看一下 其实这个 这个应该都可以看得懂 只是说它是英文的 你了解它的属性设定 你可以自己再去调配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什么 把这边先做 四个框框 有点像 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边 这个姓名 答案考核 操作考核 面试考核 所以这怎么做呢 大A 拖拉一下 这边改成姓名 姓名的话 一样改 属性叫Caption 姓名 OK Enter 字太小怎么办 请你点选下方的缝 然后 这个地方 特别之后 这个有点小机关 旁边的话 就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三点 把它字改成16吧 或者14 按确定 16 好了 那字的颜色的话 就4 4 所以就是在 缝底下的这个属性 点选箭头之后 找到调色盘 改成红色好了 红色字 然后一个做完之后 换下一个 可是下一个的话 很麻烦 我建议你干脆用拖拉 加Ctrl鍵 拖拉的时候 然后呢 顺便按Ctrl鍵 就复制 2个 Ctrl鍵按住 3个 Ctrl鍵按住 4个 好 那就把上面的名称变更 我们就有4个了 如果你Y7扭8 假设你刚刚 这个地方有歪歪斜斜的 其实你可以这样 选取这个4个 第一个选到 就主控之项 找到格式里面有个什么 叫对齐 对齐主控项的左元 按一下 对齐了 那间距 不同的话 你可以什么 在它的垂直间距 把它设为相等 那就OK了 再来的话 让人家输入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 A小B 叫文字方块 然后拖拉一个 适当大小 就是输入 在这里输入 然后一个做完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 把那个字稍微再放大 这里面的字 好像预设姿态小 你可以 Fons里面 改成14号字左右 不然的话 姿态小 做好一个 一样 拖拉加Ctrl键 复制第二个 拖拉加Ctrl键 复制第三个 拖拉加Ctrl键 第四个 第四个 OK 最后的话 在它的最右边 由左到右 再增加一个命令按钮 在大A的下方 然后拖拉一个 这个 然后名称叫什么 一样Caption 改成新增 然后再来的话 就缝 旁边有个箭头 3点点 改成16号字吧 新增 看颜色要不要改成红的 ForeColor 改成 ForeColor 改成什么 改成红色 OK 这样基本上 我们就 做完第一阶段 这个可以再调一下 大小 调一下 漂亮一点 调一下 反正有点像小画 那怎么知道说 它有能不能run 你就按上面一个执行 跳出来 只是现在呢 因为功能还没加上去 所以其实你现在按 它不会有任何反应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一 开启V 二的话按右键 插入 自定表单 三的话呢 在这个表单上面 改Caption 成绩系统 跟BackColor 并且增加什么 大A 这个标签 然后 小A小B 文字方块 命令按钮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再 还给各位一下 好